我想今天的記者會主要的內容 是要來說明 我們在上週五 我們在議事廳裡面 在我們預算上面的各種問題 這一年來這個府會關係已經降到冰點 那我覺得應該是要按照正常程序 或者是說正常的議事規則 我們來做媒體的報導 但是他們現在好像在操作社會對立 完全不符合事實 我現在主持到我自己都沒有信心 不知道要怎麼來主持這個會議 表決也不是 不表決也不是 如果這個預算有問題 請他們送個資料 大家都幾乎不尊重議會 一張資料的紙也不肯拿來議會 然後就動用這些議員來對這些議會裡面質疑 那我真的非常難過 不知道為什麼整個全國22縣是 唯獨花蓮縣議會是這個樣子 兩億多的預算啊 為什麼我們小組 針對這個部分啊 去把它刪除 因為 三千萬的部分我是送大會討論 在黃寧南議員 極力爭取之下 我就馬上跟他送大會去討論 然後大會討論 希望說大家有一個共識節 能讓這個三千萬 他說急迫性的 這一定要給他通過 政府啊 極力向中央申請 把這個沿線全部鋪好 用中央的預算 這才是 才是我們這小組 應該要做看緊荷包 然後這幾天的 縣政府的抹黑啊 讓我們這些議員啊 有的心理上啊 真的是很恐懼 這個資料準備不齊 不周全 我們請建設處要提供出來 就是在這個7300萬元 到底是要怎麼使用 怎麼編列 這個都是動輒千萬元的現預算哦 是人民的納稅錢 那提出來 為什麼有這樣的質疑 因為現在已經是在今年的年底了 那而且我們依照審計是 111年度的審核報告說 因為花蓮的縣政府的年度 歲初預算還有8成 這樣子實現率沒有達到8成 的比率過高 就是說部分計畫 還懸列還沒有辦理完成的 這個情況也是很高 那如果在這個年度快要結束前 那這樣子再追加預算 會不會造成我們的決算 保留的比例又更高 這個是攸關縣政府的 預算執行率的問題 所以說我們今天開這個記者會啊 要跟 縣政府的 應該要還我們的一個清白 7300萬 有提請大會討論 3000萬是花75縣 在當天的會議上 林蘭有舉手 也有發言 這個都有影片可以看的 我是極力支持 我也謝謝縣政府有編這個預算 那也謝謝我們建設小組的 所有的委員大力的支持 提請大會討論 這個主條討論的 我是極力支持的 那在這兩天的媒體 演變成我們議員 打議員 議員在說我們議員的不是 然後呢 昨天更在南區開了記者會 然後 說 黃英蘭打假球 我在這裡再次的重申 在會議上有紀錄 也有影片可以看 我大力的支持 我也謝謝花蓮縣政府 花75縣 道路改善的3000萬 這幾天的紛紛繞繞 我也知道 是怎麼樣的一個情形 那 我第一次在南區 這麼覺得不是一位議員 因為一直被民眾 被鄉親 被逐人 做一些不實的指控 我不曉得這些聲音是哪裡來的 我們南區議員 包含我和黃英蘭議員 都是非常支持我們南區的建設 並沒有要刪除我們南區的建設預算 而我們在 大會裡面 而是因為 有五六位的議員 一直說 要 精尋表決 我也在這邊 補充我們張美惠議員的 剛剛所說的 那這五六位議員 一直在起哄說要進行表決 那議長當時 也不得 不進行這樣的表決 最後呢 再刪除的這一幕 我們也真的是非常遺憾 那所以 才會有今天 這南區 有這樣的一個 未表決議員的一個事件 沒有舉手的議員 就被這樣子來做一個不實的指控 絕對 我也不得了 我也沒有 Win